今天的依资个股推介是财险2328 经济日报的投资华组选 原因是仿股近日成交缩减 上升动力有待观察 转股方面 盈利是首要的条件 具备盈利增长能力的企业 在市况反复之下中期跑赢大市 汽车销量增长 推动车险保费改善 财险在车险的业务具有领先竞争优势 可以加以关注 在车险市场目前中国财险、平安财险 和泰保财险三间公司 保费市占率合共超过七成 财险是其中规模最大 市占率最高的公司 指占率长期保持三成二到四成之间 作为车险市场的龙头 财险可以在规模效应下 获取低成本和更大的利润空间 财险上半年的原保险保费收入 按年增长9.9% 增幅近次于人民保险的11% 单计6月份保费收入增长9.5% 是主要内险之中表现最好的 主要由于新车销售 按年显著改善 带动车险保费增长8.8% 交银国际说 财险上半年保费增速比2021年加快 预料上半年盈利会增长2% 第二季度盈利增长8% 相比第一季度盈利增速转值 预期双半年综合成本率96.7% 按年下降0.5% 乘保利润增长2.5% 走势方面 以月线图分析 财险正是挑战前高位价 抹策略上 建议等候100元以下收集 目标先看前高位8.8% 主要大行给予它的目标价平均大约10.4%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跌穿7.5%就减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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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